这是我店里的员工 当时吓得都被120拉走了 心力不起直接拉走了 这咋回事撞得很严重吗 从这里就开插车 插出来这个货就要转弯嘛 直接他这个车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屁股就蹭了一下 撞了一辆奥迪车 蹭了之后呢 想着也不是多大的事 这个小孩呢也很诚实 直接就跑去对面店里去了 然后就告诉了这个车主 我蹭了你的车了 主动承认错误 主动承认错误 直接就过去 车主过来看了也没有啥反应 觉得就蹭一点皮 也没有啥反应 你看一下 我们当时拍的视频 就这一块漆掉了 你看一下 就蹭了一点点皮 掉了一点点漆 打了电话叫4S店人一来 毁了大事啊 这大灯也坏了 这里也坏了 那里也坏了 整理下来的好几万 我这个员工一听 我一个月再两三千块钱 我一年的工资还不够 给他换这个车的 当时吓得就吓晕过去了 直接就是120给拉走了 现在还在卧床不起 他这无理取闹 他这就是 你现在身体咋样啊 身体 我躺了三天 三天有天就喝了一杯水 就喝了这杯水 吃饭都不吃饭 你看这都是医院给他开的药 哎呦 那里用的 虫子 零食都没吃 动都没动 别跟自己身体过不去 小伙子啊 啥事都想开点 别去 我故意的 然后我给他锁了 第一时间给他锁了 再没有任何证据 我给他锁了 我这个吃的 然后待好几万啊 又砸了又砸了 你遇到了一个好心的老板大姐 一直在帮你承担这个事 放心小丽过来也是来 帮助你们在一个合理合法的范围内把事情解决 好不好 没事 你主动承认错误啊 主动去承担 这点是很棒的 这点我们都为你点赞 不用管 不用管 这个事我来给你处理 不要烦了 我来承担这个责任 看来张女士是现在是找着小丽主动上赶着要去给对方承担责任 关键啊就想通过小丽来有一个评判 看怎么样是合理的来承担这个责任哈 一般都是人家不给解决 然后另一方会起诉 他是上岗的想给你赔钱 想教你解决 那咱就一块心平气壳的来商量一下 如果这家4S店张女士不认可 咱就换一家4S店来验证一下 该修修该换换嘛 是不是把问题解决不就行了 对不对 任何东西想弄坏了 我咋修都给你修好了 它严重不严重 它这个下边掉一块了 擦伤了 我自身都接受不了 我需要更换 车现在撞的严重不严重 我们能不能一块看看外观呀 它严重不严重 就可以更换 你下午过去拿换 我陪着你 我给你一块去 对不对 你为啥呀 你自己死自己换换 死自己换 我敢换换 我换换换 我起诉 我是起诉整长来 我指的 你现在要上哪句话 下午我陪你一块去 下午去 我等你 上待会儿我给你恢复吧 好好 弄得我透晕这一块 这个小弟 你们都是好心的 好意的 对对对 你们过来的到县城 你们最多就派个照片 你也决定不了啥 可换可修 记录嘛照片 发现出来 这个换是对的 我们认可 那发现都认可 发现出来 你换了不对 我不陪你 可以吗 咱警察了 其他都不要再弄了 现在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对方通过中间人 然后给我这边打来电话 就是说了这个事 然后就是让我给他补上 两千块钱 然后我也把这个钱 给他转过去了 最后给了两千块钱 这个事结束了吗 对对对 合情合理的范围内 这我都能接受的 我也给他转过去了 还是都亏了小弟爸爸 都亏了你们 谢谢 非常感谢你们